农业过年就要来到 新亚文化中心独书馆庆祝到金桃年 推出亚村下来的活动 包括有三大组地菜店 毛线售工作坊 也还有大小朋友最关心的 做菜节点的活动 我们新文化中心图书馆 每年过年也会应景 就是来做个阅读几点的活动 希望大家过年过节 在家里的时候 也不要忘记持续的阅读 那我们过年的期间 其实借阅的本数都有增加 那大家可以多借一点好书 让你过年在家的时候不无聊 那为了鼓励阅读 我们也推出了几点的活动 那每借五本书就可以集一点 看得到农丽的透年 这回独书馆准备 很多套话相关的礼物 参加时有关主币 夸九、夸九、丁丁丁 只要借五本菜就累积一点 减少的借和借对应不相同的礼物 想借两点就能更好 今年准备的是各种 跟兔子相关的一些疗愈小物 比如说我手上的这个 这个是兔兔的抱枕 然后另外还有便当盒 或者是玩偶 或者是置物栏 或者是夹子 那个挂钩等等 还有一些文具等等 都是小朋友 大小朋友都非常喜爱的 这个兔兔产品 希望大家多多阅读 多多来借书 然后来基点 把这些疗愈的小物带回家 新年文化中心表示 为了鼓励大家的月宅 造成一点的月宗已经基盘第四年 今年内部的素领 感传优优 散完围绩 欢迎变成拥有造成的 看成的聚合类 南大师文奥迪新亚 彩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